- 西奇古怪 哈囉各位投資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西奇古怪 好的來今天的特點比較特別 小蘋果迷你LED 蘋果的迷你LED新品呼之欲出 以前不是有一首歌叫 Niss我的消雅小蘋果 所以每次套到這句話我就很開心 然後就套到蘋果 哇蘋果又要出新品了 苹果每年要出新品 都是股票市场里面的大事 这是非常盛大事 就像今年3月 它要出12.9吋的平板 也就是iPad嘛 好 再来呢 今年的第二季季底要出14吋16吋的Mac 那重点是重点来了 因为Mini LED这一个新的技术 苹果已经应该是讲了两年有了吧 鸭子滑水滑很久 讲了两年有了吧 重点今年后苹果搭载的新品 就要推出Mini LED的配合 也就是说今年的新品是搭载Mini LED的产品 大家就开始Mini LED这里要蠢蠢欲动 何谓蠢蠢欲动 我们讲回来后 你要从客观角度去分享 为什么呢 你客观角度 我们先看苹果的iPad 一年出货约6000万台 然后呢 它的Mac一年出货约2300万台 哎呦这出货量是很大的 全球的出货量 好那但是呢 你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不会有一家厂商是单压一种显示技术 更何况是苹果 不会有一家厂商是单压一种显示技术 这个听得懂 更何况是苹果 为什么 因为你要看Mini LED的供应量 所以总结既然要推出新品 而且各家厂商都要做 好既然要推出新品 总结就是告诉你以后 对于苹果搭载这个新品 OLED跟Mini LED将会是最大的赢家 这样了解吗 这就是一个小总结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到底谁可以受惠Mini LED 那我们先讲 大家对于晶电应该很有印象吧 我们先讲最上游的也就是精力厂 那精力厂就是3714的负彩 那负彩呢 来老朋友一听到负彩就要想到 负彩是2448的晶电 跟3698的隆达合并公司 听好哦 你现在去按晶电没有了 你现在去按隆达没有了 因为都是变负彩了 都变负彩的子公司了 这样了解吗 好的 负彩呢 它本身就是Mini LED 跟碳化价的受惠厂商 然后呢重点是它今天 新品对它有没有影响 有耶 除了苹果 今年的3月要出的iPad 第二季季底要出的Mac 这两项产品 负彩的子公司也就是晶电 就有可能会掌握到9成以上的订单 这样知道吗 好那预估今年后 负彩光从苹果这一块 这一块出货 将近营收就可以贡献百亿元 那贡献百亿元呢 这会影响到负彩原本的产品组合啊 毛利率啊 毛利率的优化啊 那不负彩 这样看回来 今年的新品就很有机会 让负彩转亏为盈 来这边停一下转亏为盈 说过是最大的利多 这样记得吗 如果没有听过的话 去演戏节目听 这个都可以去听的 转亏为盈 今天我就不在这个议题上多绕 接着就是封装设备的部分 这个后就一定要提出6707的惠特 讲到惠特 大家一定非常熟悉 因为如果跟演戏够久的老朋友都知道 惠特后在2019年12月 刚刚上市的时候 演戏就做了 当时股价才八字头 一波 喷到138 一波70个百分点 而且当时我在做的时候 我说它是点测设备机 然后我也告诉大家 我在等它什么 我在等它公司长期的固定成本 因为产量的增加而减少 EPS会增加 套一句我就是在等它规模经济的时候 EPS会增加 来 那我们今年看回来 我常说股票后 我们就是左眼未来 我们看回来今年后 预估2026年左右 mini LED会以6成的复合成长率 那再来呢 mini LED这一块后 两岸3D最大的收回厂商 为什么会是惠特 因为惠特的点测设备机的这一块 它是可以降低mini LED成本 听好可以降低成本的必备产品 所以各个大厂都会用到惠特的产品 好那预估啊我们就来看啊 预估今年很赚钱明年很赚钱 我常说我们要找的是成长的公司嘛 预估今年有机会 光明年LED这一块贡献下来 有机会到9.55 那明年有机会到12.46 那是不是看回来就是持续成长持续成长 对持续成长持续成长 我所谓的有潜力的公司 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的 好来我们再讲负责中油的SMT跟背光模组 SMT组装跟背光模组的6278台表科 那台表科呢 其实这家公司老朋友应该也都非常熟悉 那你可以从他营收的变化去看一下 因为从去年11月连续4个月 去年11月到目前连续4个月 每个月营收年成长都超过29个百分点 就告诉你已经慢慢的开始 拉货的效应已经升温了 再加上后其实近年 他本来是第12月要出新品 但是因为产品的组合优化的问题 递延到今年的1月 所以他变成1月出平板 然后第二季一样是出笔电 所以也告诉你说他的营收是递延的 好那光这些的产品 有机会把他的营收拉升10% 再加上miniLED的产品线 其他产品线加起来 有机会今年的年正是上调10-15个百分点 那套回EPS今年就有机会 因为毕竟是miniLED的元年 每股EPS有望挑战9块的历史新高 好的 那最后就是下游的面板厂 也就是夜城GIS 那这家公司一直以来都是苹果的iPad 跟苹果的Mac的触控面板供应商 那预计将进出货 战业层营收光出苹果这一块 战业层营收3分4 那再加上因为miniLED的新产品 有机会让今年的产品的成本 也就是营收啦 上升2成到3成 所以你再看回来 营收跟获利就有机会往上推升 这个是可以注意的 好那最后面我们讲回来后 当然苹果大家可以发现 他可能每隔几年 都喜欢出一些新产品 那当然出了一个新产品 就会搭载新技术跟新设计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今年开始是miniLED的元年 那miniLED当然不止 严膝盖讲的这几家公司 你也可以稍微注意像封装的逸光 背光模组的锐仪 还有像驱动IC的聚集 这些公司都可以值得留意的 那同样一样 就是补充资料 个股的一些补充资料 延熙一定会放在LINE上面 大家有兴趣后 大家可以点LINE进去索取 这些都是免费的 那讲回来后 你可以发觉后近期股票 这些股票都会因为就是每股的科技股 是走软的走缓的 然后科技股的卖压持续 那你会可以看到有些股票是持续震荡 甚至有一些回落的影响 但是你看回来 以miniLED这个产业 你可以确定的是 短期中期长期股价向上的趋势是不变的 所以等于看回来 延熙常讲老话一句 没有低点哪来的高点 本来就是应该是股价回落的时候 寻找中长期切入的好买点不是吗 好的 那今天先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就是有关miniLED的概念 那延熙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新朋友记得帮延熙按赞分享跟订阅 那今天就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